这个蜂王昨晚就被我囚起来了 早上就被我拿出来了 把蜂王拿出蜂箱 可以让蜂群快速地达到一个失丸的状态 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宜虫放进去 这个工蜂才会接受 接下来我们把玉王群的皮 给退掉一些 把蜂量给压后 压后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宜虫 进我们的人工王杯里面 然后放进去给工蜂补玉 把退下来的多余的皮 给别的蜂群暂时保留 我们在玉王群的选择上 必须是墙群 蜂多 而且是嫩蜂比较多 也就是我们的捕玉蜂比较多的蜂群 如何判断你这一群蜂 是否有很多的捕玉蜂呢 非常的简单 你这一群蜂的蜂盖子 已经出防了一批或者两批 这种蜂群它里面就有大量的捕玉蜂 大量的嫩蜂 那么这种蜂群 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捕玉蜂 好 接下来我们从蜂群里面 挑一张皮出来 然后来开始移蜂 你觉得你拿一箱蜂好 拿一箱蜂 它的蜂群比较强 性格比较温顺 彩蜜比较多 发展比较快 那么你就选它这个种群 简单点说 就是你觉得好的蜂群 就是一个好种群 挑皮 我们尽量挑那种小幼虫比较多的皮 像我这一群作为一个种群 我两天之前就开始 每天晚上给它喂蜂蜜水 还有喂花粉 促使这个公蜂大量的土浆 给巢房里面的幼虫食用 这样子它巢房里面幼虫的姜水比较足的时候 我们的鱼虫就非常的好移 轻轻一掺 那条虫就起来了 鱼虫针 这个王碑里面 其实是没有放任何的东西的 如果你觉得它太干了 你可以搞点蜂蜜 湿润一下 但是你不放蜂蜜也是可以的 我们鱼虫的时候 把那个王姜一起挑出来 大家看 这个就一起出来了 可能看不是很清楚 你看它一掺就出来了 当一群蜂的姜水比较足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好掺 这个虫已经移好了 移好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快速的把它放到蜂箱里面去 让公蜂补育 我这个只是一条玉王框而已 像我们移好虫 当天晚上就可以给这群蜂 进行奖励四位 喂蜂蜜水 还有喂花粉 连续四位四天 喂到这个王牌封盖 我们就可以停止四位 这样子公蜂才会分泌出更多的蜂王将 补育这个人工王碑里面的幼虫 这样子育出来的王 它体型会比较庞大 会比较修长 质量也会更好 蜂王牌在五天的时候 它就封盖 我们只需要喂四天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移的是一至零的幼虫 五天减去一天就等于四天 所以我们只需要连续四位四个晚上就可以了 我们明天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王牌接受了多少个 如果它的接受率比较高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重新补虫 但是如果你移二十个 它只有五个或者是十个成功接受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补一些虫进去 但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有提前两天补育这个种群 它幼虫的江水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来移虫 基本上移十条 它十条都接受了 因为江水比较足 产下去的时候 不会把这个幼虫给划伤 今天是五号 今天是十月五号 我们在十月十五号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王牌全部给割下来 拿去分给有需要换王或者是分封的蜂群 因为如果我们移的是一字灵的幼虫 那么蜂王在我们移虫的这一天起开始算 在第十二天它就会全部出房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移到一些二字灵的幼虫 这个时候蜂王它可能在第十一天的时候它就出房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在第十天 第十天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王牌割下来 拿去借给你有需要换王或者分封的蜂群 如果你移到一些三日灵的幼虫 那么你就在第九天的时候 你就要把他们全部割下来 然后拿去借王或者拿去分封 在这里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小技巧 如果你们用的是那种御王框 然后里面有三根条条 你们如果要移三根条条的蜂王 而且你的动作又比较慢 在这种情况下 你移好了第一条之后 就是这样的第一条 一条 移好了之后 你就把它装在御王框上面 然后把隔板拉开 把这个御王框先放下去 然后你再来移第二条 第二条移好了之后 你把御王框拿起来 然后再把它装上去 这个时候御王框上面就有两条王牌 再把它放回去 然后你再来移第三条 你就不要说一直坐在那里 慢慢的移 把你三条都移好了 你再拿去放 因为你动作太慢的话 你移的时间太久 当你移好了第三条 那么你最开始移的那第一条 它里面的那幼虫 它的姜水就干了 干了的话 那个幼虫很大的机率就不成活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一下谢谢 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把蜂王给它放回去 直接把这个位置器放在隔板外面 然后靠着隔板就可以了